目前台灣 離岸封場有三個 一個在厚隆的外面 那個是善為公司的 一個在王宮的外面 那個是台電的 一個在那個大城的外面 大城濕地的外面 那個是浮海的 目前有這三個場 然後呢 今年都有差那個 側封塔 那等一... 十八王宮 十八王宮那個就是在那個... 十八王宮? 十八王宮在那個北海岸 那個沒有離岸啊 那個是十門啊 那在山上啊 那台電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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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早期的 然後 我們可以順便看一下 以後可能的想像 就是離岸封場的想像 那 關於今天那個風力跟火力發電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想要討論的呢 我先講一下好了 我為什麼會選到今天苗栗 然後這個地方 就是通宵這個地方 其實有一個地緣關係 因為我父親就是 早上我們在通宵電廠的 裡面的 東力谷的鼓掌 那就是 從小時候就是大家會接觸一些火力的東西 然後我之前也在英華威待過 就是剛剛那個介紹那個YD的同事 我以前是他的同事 對 然後 現在呢 我是學生 所以 就是小朋友這樣 好 那 沒關係 如果是大家對這些風力火力啊 還有一些想要討論的東西的話 我們現在可以薄一點時間來討論這樣 好 要請問一下 有個問題啊 喂喂喂 這樣可以 其實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像 就講英華威這個 他們現在 現有的這個風力好了 好 那他們的發電的頻率 就是他們供電的頻率 一年當中 譬如說 它哪一個季節是最好的 那哪一個季節它是缺的 然後 每一天當中它發電的弧度是怎麼樣 譬如說 晚上 早上 中午 它有沒有一個 譬如說比較多的 譬如說風比較多的還是怎麼樣 然後季節有沒有影響這個部分 那也同樣 天然氣的部分也是 因為天然氣 目前基本上是進口進來嘛 那進口進來天然氣它本身的發電 在供電 在台電的這個供電系統 它佔的供電的一個比率是如何 那想要了解一下 那可以先講風電好了 好 我先講風電 首先呢 的確 在台灣來說 冬天的風比較好 確實冬天的風是比較多 尤其是以西半部 西海岸來說 然後呢 我以一天來講的話呢 傍晚到清晨這一段時間 也就是所謂 靠近夜間的風力 是比較好的 這也是